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时间完全够用 我的爱永不会改变 就算你有些徘徊犹豫 就算再次与你擦肩而错过 Never you are 我本来其实挺担心你们的 我没想到你们的进步有这么大 有些里面我觉得有问题的 都看到了你们的成长 然后就算再次与你擦肩而过 妈妈 你要不要再唱一次这句话 就算再次与你擦肩而错过 你现在唱出来的歌每个都像木瓜 或每个都像直直的那样什么 甘蔗 甘蔗 就唱课像甘蔗 这样你用说话的方式 很有感情的念一次 嗯 就算再次与你擦肩而错过 哎呀你不要笑嘛 你觉得尴尬是因为 你没有在这个情绪里面 你就觉得哎呀我好肉麻呀 多说一次吧 你说一次来罗天书 我打啊 就算再次与你擦肩而错过 嗯 嗯 念得非常好 这个课文念得很好 不是你这样你过去看着王一博老师说 啊对 过去听他说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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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再次与你擦肩而错过 哦 哦 怎么样 有化学作用就是不一样的 哈哈 老师我跟我跟哥哥小孩方言吧 方言版啊 哈哈 就算 你再是磨磨叽叽的 就算 下一次 我跟你肩膀碰肩膀的错过了 哈哈哈哈 这个还是他 就算下一次我跟你剪得不见就错过了 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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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也想跟你说 哦 你要说泰文吗 对 那我也说泰文来 哈哈哈哈 哇 特别特别 我喜欢泰文 我会说泰文吗 我说泰文吗 我说泰文吗 但是 我说泰文吗 泰文吗 泰文吗 哇 这样这样我不要搞笑 你教我一下前面该怎么说 我说泰文吗 泰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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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会了泰文 吗 谢谢老师 好 哎呀 很棒很棒 丽娜 刚刚这么多 就是为你而铺垫的 你要不要再唱一下 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 还不错的老师 声乐这一块就是 一首歌 然后大家就是唱这一首歌 就很轻松 我觉得唱作最难的 不是说创作 最难的是五个人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就很难统一 我们要不然对一下 你们是不是都有 大概的想法了 那我们对一下吧 人鱼 人鱼先说吧 有没有可能就是 更加大调点 更加有一点点 争夺的感觉 声音呢 遇见路边的一朵花 坏树也落在我脚边 被雨水晴时 黄缓满眼 我觉得我的跟她很难凑 她是长句子 我是短句子 其实这首歌有点是 一个孤独的那种民调风 如果大家的旋律不一样的话 其实就是相当于 她写了一首歌 我也写了一首歌 她也写了一首歌 这怎么拼都拼不到一起的 不管拼不拼了 我们连旋律的点都没有找到 就现在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事情 其实是很私密的一件事情 你很难找到和你完全有共鸣的人 而且我们是六个人 我们六个人要有相同的看法 太难了 其实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 有一个人来决定 我们指哪一个比较 可以啊 没有 现在是这样 决定都可以有人做 只不过大家做出来 心里服不服而已 你们现在问题在这里 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没有办法捏在一起 这样就完蛋了 时间就一分一秒就过去了 所以你们真的要非常干脆 要什么就什么 我们就赶快弄 对啊 老师 你觉得 古风跟 相愁哪个更适合我吗 你们不是 你们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一回事 那不是一回事 不是 是另一种 那个是更另一种 是极致的古风 这个只是偏带一点古风 我觉得就是你们要有清晰的思路 现在是感觉你们没有很清晰的方向 因为他们风格不一样 有的人想要古风 有的人想要唱个性的 有的人想要民谣 永远在犹豫 永远在矛盾 永远都是你推我我推你 我只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始终永远在倒着走 他根本不知道他之后 他挤压掉的是他的 最饱满的精神状态 真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真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你看那个钟十点多了已经 我们这样有个性一点的 民谣一点的 然后还有古风是吧 好 你们现在先选一个 好 古风 好 古风 我本来就是那个真的 古风我觉得本来做也没有做好 然后你给胡言斌老师讲出来的 我们的想法越说越乱 就是跟我们的之前的说法脱离了 所以我才觉得个性会比较保守一点 你们现在非常的不同 你要知道这个紧张度 你们在这里真的就是 真的来不及了 我急死了 因为你等一下你看舞蹈还没有拍 嗯 舞蹈老师在那边一直吹一直吹 我跟你讲电话已经吹死了 怎么音乐还不给我 真的 那时候改了 也确实是 唉 好吧 那 就直接往古风走 不一样 古风说明要想象的就是 其实很有美好的 但是发现做不到那一点 然后我就觉得个性可能薄些一点 这样我们能不能简单一点 我们每一种风格 举首歌的例子 然后大家再会不会明确一点 但是我们举了很多例子 但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根本就不像那些东西 个性 那我们就走都往个性靠 就你一个人 没有啊 她队长啊 嗯 对啊 她是队长 就跟她走啊 对 旁听声 只能一路追随你的每一个选择 个性的话主题是什么 什么个性 就可以她的那个麻烦女孩的那个 那个挺好的 就现在就是用老师给的那个展示 然后重新写一首歌 就她的那个展示 哦 懂了 就相当于是重新写词 旋律语变是吗 改啊改啊 你们改啊 旋律要改什么 对啊你们改啊 那你们参与改吧 我们歌词重新写嘛好不好 好 来 古风反正这件事情先不要 就不要想 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 这样因为主歌 大家都有各自的故事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副歌一定是喊口号的 我发生了这么多故事 我就是为了要这样子 就是大家分头讲不同故事 可是最后统一想要强调的东西 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强调的是什么 对 就是这个问题 对 问题来了 诶 我们一直纠结到现在 都不知道自己要写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这样 我们定一个 定一个压什么 然后就可以写了 抲笑 什么方向 就开口一个会有气势一点 对 这么拷acas 不等我别吵 对 怎么搬家不出去聊 哈哈哈哈哈 我喜欢我们组的那个氛围 就是大家有说有笑的创作 在说我就把你吃掉 哎 哎 对 asi 他都竟提了我的梗 再说我就把你吃掉 娘娘 脑洞啊各位 开起来 我居然是我们组的字典 历史系不是独假的 ok 真的每个人都有花心思在进取的 就是这首歌到时候出来 做词做曲就是我们全部人的名字 而且我们非常享受这样一个 努力合作的过程 太充实了 然后充实就是真的是 特别开心